秃头绿汤锅 好像有点是葡萄味 姐妹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拯救一下秃头 我已经秃了 这个是冻过的 里面还有夹心吗 冻过还挺好吃的 里面这个很酸的 年轻人要讲武的吃我五连鞭 泡椒笋 椒呢 泡呢 啥锅也没有啊 不辣嘛 我承认我吹牛了 哇拉出来拉出来 这个好像有点老一样的吃一下看 竟然不老 哇脸都被拉红了 还有点酸 哇再吃一个吃不了五连鞭了吃三连鞭吧 好酸啊 脆脆米巧克力 它好可爱呀 我一直不舍的吃法 它存在冰箱里面 三鲜美味 太好吃了 为什么里面看不到它那个小米地儿了 看不见了 以前很多的脆脆的 肯定是天气太热了 我的脸就跟这个巧克力一样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吗 再给我一个呗 今天来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它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叫鸭针 是叫鸭针 还是鸭针 还是鸭豚 反正好吃 我以为它会很辣 一点都不辣 咸香的 有点椰体呢 小口吃 它越嚼越嚼不动了 念不下去了 给你吃吧 黑色棒棒糖 这款棒棒糖它的口味是偏淡的 可乐味的 好像没有什么色素添加进去 看我的舌头黑了没有 没有黑哈 天气真好 小兔兔今天要去浇油了 爬呀爬呀爬扫山 哇 哇 这个是什么野果红红的 看起来好好吃哦 让我来尝一口吧 好甜 好好吃 啊为什么我的头有点晕 我中毒了 啊 草莓味的野果 牛奶味的兔子 啊 我也中毒了 啊 小朋友们 秋天是很多果汁收获的季节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看到那些漂亮的果汁 不要轻易去吃它哦 不然可能会中毒的哦 大家出去玩要注意安全哦 顶呱呱泡泡糖 哥哥你这糖饱熟吗 你这糖好像不熟啊 把你的瓜我的瓜穿一穿 看我能穿几个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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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脑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酸啊 太酸了 可以泡泡 童年回忆酸牛糖 你们有被这种糖酸到过吗 这个是啥味道 草莓味的 嗯 嗯不错嘛 嗯嗯嗯 啊 桃子味 嗯 再来混合一个哈密 哈密瓜味 然后再来橙子 哇 再一个葡萄味 这葡萄味的都连在一起了 好 一口闷感情深 哈哈哈哈 今天我的男神约了我吃饭 然后我吃了三个牛奶 香吗 香你个大头 然后我试一下这个东西 吃了会不会让我的牙齿跟它一样闪亮亮 亮你个大头 这个我小时候经常吃的 先这样好像开抽屉一样给它开出来 它上面一个是蓝色的底下是红色的 我知道这个是老年牙了 特别黏 浓浓的牙膏味 把这捆吃进去 一天一捆巧 胃口不太好 哇 它那种氧气直接从鼻子里面喷出来了 黄色味的 橙色味的可乐 开瓶盖 开瓶盖 喝可乐 橘子味 打疯脆 口感老好了 太酸了 我不太吃了 太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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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酸了